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了一个多小时拍下了一幕幕人狗乐翻天的画面 摄影师说小男孩亚瑟和狗狗宙斯在公园里一直玩耍 他就跟着他们一直拍 大家都在圣彼得堡享受了一个美好的下雪冬日 据说这也是亚瑟第一次看到这种类型的狗狗 他对匈牙利木牙犬的特殊外形以及跳跃的高度感到既好奇又兴奋 狗狗宙斯今年6岁因为外形看起来像雪球 或是被雪覆盖的灌木 好几次都被人当作了一把新佛罗托把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下周就是农历的今年了 最近在贵州的一个名为六个基的车站 成功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据说六个基车建于1974年 站置在贵州省凯里市六个基村 隶属成都铁务局凯里车务段 所在的铁路为护坤铁路 车站共有10个工作人员只办理列车揭发不办理旅客乘降 24小时不间断揭发列车186趟 而关于六个基村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 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时候 道路没有什么有特点的地标 就以当地有人养了六个基为名 约定俗成的就沿用了下来 现在六个基火车站的出名不恰恰就是因为这个简单 醒悟而又应景的站名吗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封点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你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左边的RM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